授完三皈依后,所获功德不可思议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点赞并转发本视频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 我们授完三皈依后,虽身同世俗,但心是菩萨,所获功德,不可思议 生命的目标不一样,心态不一样,生命的品质就完全不一样 这就好像出污泥而不染的莲华 在没有皈依前,我们虽有佛性,但完全骨没再如污泥浊水般的五欲烦恼中了 三皈依就是使我们佛性的莲华从污泥浊水当中伸展出来的一个增上缘 莲华一定要绽放在虚空中,才能飘送其本有的芬芳 烦恼的淤泥就会成为这朵莲华的养料 烦恼越深重,莲华就长得越灿烂 这叫集烦恼为菩提 我们正因为对烦恼痛苦的感悟太深了,所以这种修行的愿望,意志力才更加坚定 莲华一定要扎根在污泥浊水中,在高山,平原,陆地,他长不出来 就如同只有深入烦恼大海,才能获得无价的智慧之魔尼宝珠 就此一而言,武卓乐事虽然很苦,却也是修行的极好机会 佛说《无量寿经》中说,在这个世间修行一日一夜 胜过极乐世界修行百年,就是从这个意义上建立的 因此,三皈依的功德就来得很殊胜 在这武卓乐事,大部分人都被五欲六臣所缠附 如果有人还能以纯净心来皈依三宝 这就足以说明他还有多生多结的上根和佛缘 受了三皈依,是找到了皈依处,找到了靠山 在世间也能获得吉祥如意 我们无论碰到怎样的极难恐怖,都不要慌张 赶紧念《纳摩阿弥陀佛》或者《南无观世音菩萨》 法界常驻的三宝就会顺着这种呼救来给予我们帮助 令我们逢凶化吉,遇难成祥 在初世间修道的过程当中 皈依三宝更是会令我们远离魔障,修行一帆风顺 这就是初世间的正音 我们要生稀有难遭之想,生大欢喜之心 要以难得的人身修行稀有的佛法 那么,修行佛法从哪下手呢? 是从信心下手,佛法大海,为信能入 一定要深信三宝因果,六道轮回 深信本具佛性,深信极乐世界是我们本有的故源 深信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 深信六字鸿鸣是我们究竟解脱的航船 这样,信愿念佛求生净土 就能让我们出离娑婆世界烦恼痛苦的深渊 抵达极乐世界涅槃解脱的彼岸 好解脱的专门 除此,请将不久 第三文字鸣词 竟然留下为七七八一